17年来跟缅甸始终是敌对关系的美国 最近迎来了缅甸现任的总统邓胜 他正式迎来了邓胜 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外交政策的大转弯 对邓胜也是如此 他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 人们称他现在是缅甸的转型巨人 当然他仍然面临了海外过去 对于执政党屠杀很多反对派人士 还有前几年的架杀革命 不能原谅的情绪 也有很多的抗议团体 但美国已经非常态度的肯定 现在正在进行转型的邓胜政府 特别迎来了这位贵宾 47年来国际政治说变就变了 47年来缅甸总统首度踏进了白宫 美国总统欧巴马在与邓胜的会谈中 为了表示对现任政府的尊重 公开使用menma称呼缅甸 而不是反对势力 他以往西方国家喜称了救命 上一位访问白宫的缅甸领袖是以赴的独裁者迷温 他在1966年 因美国总统沾身的邀请 接受21响礼炮的最荣重欢迎 登圣这一次与美国总统会面 近半世纪走来并不容易 场外缅甸侨民举牌抗议 称这位转型之父是骗子 阳光的白塔 以往缅甸政治运动重要的据点之一 现在街道四周车水马龙 各种商业招牌环绕 逐渐改变这个城市的风貌 这栋大楼从1997年金融风暴前 开始动工新建 但是几度停工 现在终于可以在不久后完工 预计到了明年 包括缅甸第一家国际级大饭店 西尔顿也会进驻 从23楼顶放眼望去 已经很少看到这种天气线 尚未被摩天大楼占据的亚洲大城 甚至河的对岸 看起来还是一片乡村景色 尚未开发的处女地 或者冒险家的乐园 都蛮适合形容阳光的 市中心到处都是建设中的工地 随时都有企业准备进驻 店铺一家接一家的开张营业 理查就是这栋摩天楼的业主 他说这里办公室的需求强劲 再过三个月的话 这栋商业大楼应该就会全满了 福特汽车已经进军当地 最新的销售中心正在赶工 以后肯定进口车买街跑 当然新市场不可能毫无风险 缅甸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 据说这里贪腐恨急 另外乡村地区的族群冲突激烈血腥 它是像一颗颗颗 我看了很多颗颗颗颗颗颗 也这么像一颗颗颗颗颗颗 建立后建立后建立后建立 完全被垂下的土壤 烊出了 和这似乎的伤害 我们看到一小学生 在那里有被烧烤的 小学生里的轻人烧烤 其他人被灭到死了 有很多电视频 在YouTube上显示 当然缅甸未来的改革转型之路 最受世人瞩目的自然是翁山苏姬的前途 如果根据现行宪法 军方仍占有国会四分之一的席位 除非修宪翁山苏姬仍然没有资格在2015年参选总统 大量廉价的劳力 轻心勃发的市场 看似充满了机会与无限的可能 谁会想到长期被军方软禁的反对领袖 竟然有一天会和对方并肩阅兵 和头号敌人美国的关系 也出现戏剧性转折 所有的变化 不过就在短短的两三年间 你必须要是惊喜的 在这种程度 在这种程度上的关系 与美国的关系 我说,不是很多年了 你当中的第一名的一名 这是超级的 我必须要认为 我自己是惊喜的 在这种程度上的关系 与美国的关系 但是没有人家和朋友 与美国的关系 与美国的关系 相互的